屏幕前的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三栋雷哥 我这块呢刚刚从 一个农村夫妻二人的 一个小型的加工厂 那边刚刚回来 这个夫妻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他们也是没有多少文化 以前呢也是在南方打工 他们两个月 两个人每个月的工资 基本上加起来就 九能那个也都说七八千块钱 两个人七八千 由于两个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化 没有什么学历 于是呢 因为商老商小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然后就反央 搞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型的一个 加工厂 这个小型加工厂呢目前来说 也属于一个朝阳的一个产业 这个夫妻二人 他们都是我们80后的 所以说也是值得大家去 参考他这样的一个小商机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小商机呢 大家先看一下 我在他这个小厂子里边 拍摄到的一个视频 大家通过视频呢 咱们都可以看得出啊 工人呢也正在搞这个一拉罐往上面运输 然后再把它给搞扁 然后再搞成一个压成一个小块 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夫妻二人他干的这个厂子呢 就是专门回收这个一拉罐 相信大家都知道哈 这个一拉罐在市面上哈 一般就是有两种 一个是330毫升 还有一个是550毫升的啊 一般就是500毫升的 就这两种比较多 在我作品当中呢 以上和 基本上和大家分享都是专业化 也都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专业的事专门干专业的钱 赚专业的钱 是不是朋友们 这个夫妻二人呢 在我们这一块也都说返乡他们干这那个小厂子 今年呢也都是第七年了啊 第七年了也都说他们呢 刚开始也是没有多少这个资金啊 于是他们就在这个市场上也就是说 买来的二手的一个设备 一共花了不到一万块钱 大概是八千七百元左右啊 八千七百多块钱 然后呢自家的厂地 自家的厂子 呃 大家通过视频 咱们呢可以看他的厂面积并不怎么大啊 并不怎么大 呃 非常小的 呃 一共是有两百多个平方吧 呃 在我给他们拍摄视频的时候 我就问他 我说你们做这个 你们现在这个资源取得到底是从哪里整的 他这边也说的 他说做这个行业 他们现在就是和一些收费品的啊 一些小商贩从他们那里专门搞这个一拉罐啊 专门搞这个一拉罐 专售一拉罐啊 从他们回收来的价格基本都是在 呃 有的是八分钱 九分钱 基本都是有的好的话一毛钱一个啊 然后呢 他这块在 呃 进行啊 分类在进行 呃清洗 如果脏的话在清洗 不脏的话就不管他了 就把它给压成一个筷子 压成一个筷子之后呢 他这块就 呃 开始卖到了 我们当地有个比较软的 就是专门也是回收这个一拉罐的一个大包厂啊 专门卖给他们 卖给他们呢 他们中间的这个利润 基本上都在 呃 2200元到3500元一吨的利润啊 呃 总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 大家可以算一下哈 如果从小商贩那边收回来 即便花到7000块钱一吨啊 如果他在卖给这个大包厂的话 基本都是卖到了是12000块钱一吨啊 呃 除了说成本之外呢 基本每吨只花到了呃 2500元左右的一个利润吧 啊 所以说他们做这样的一个小商机呢 可以说呃 利润还是相当可以的 利润还是相当可以的 而且做这行业呢也不需要呃多大的这个知识 也不需要多大的文化 就是不怕脏不怕累啊 就是可以了 呃 刚刚我也说过了 他们是专门做这样的一个 一拉罐回收这块啊 什么都不会有专门做这一块 相信大家都知道哈 一拉罐它是什么料子的 铝的是不是啊 啊大多多的这个料子 而且市场需求量都是非常非常的大 啊 呃 反正是他们这块每个月的收入吧 呃 现在基本上会达到 也就说 三四万都有的啊 每年收入即便会平稳算下来 呃 也就说3035万元啊 最低的一个收入 高年的收入呢 基本会达到58万元的一个收入啊 呃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小商机呢 就是看屏幕前的朋友你 呃 值得不值得你来进行参考学期呢 呃 以上视频呢 就简单给大家所分享的 在我们这块80后农村夫妻 也就是说花了一个八千多块钱 呃 干的一个小厂子 夫妻二人都是可以进行去干的 然后年收入最低的话 30多万元 高达也都是58万元的一个收入 作为屏幕前的朋友你呢 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小生意怎么样 或者是在你们当地有没有人干这样的一个小商机的 可以在评论区和大伙聊一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和大家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三农雷格的视频 给三农雷格点一个免费关注 还想了解更多的农业方面知识 请看我其他的视频 咱们下个视频更加精彩 下期咱们不见不散 拜拜